就是质疑以后呢又说不涉密了 不涉密了呢就是可以请律师 要等到批准 然后呢说是涉及诽谤 涉及诽谤 然后反正大家就是一直在质疑这件事情嘛 那个时候就是 就开始就是觉得 因为这件事情涉及到我们大家的一个 表达的这个权利是吧 没有很过分的东西 就是很平常的关注弱势群体 就这样就被被被被被抓起来 然后呢我们就觉得非常 就是也涉及到我们自己的权益嘛 所以大家就比较关注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余建荣啊 一些那个专家学者啊 都写了一个文章 都是阐述的非常清楚嘛 但是呢我就觉得就是 为什么这件事情一直一直在持续的关注 因为福州的这个这个警方也好 检查机关也好 他们就是完全不顾 就全国网民啊 包括学者专家啊 这些那个质疑 然后呢一意孤行 不断的在这里面就演一些这个非常 可以说比较愚蠢的一些动作 所以呢大家就是 呃是也可以说是一个互动嘛 就是福州警方使网民不断的 就是增加这个关注度 所以这件事情就越来越影响也越来越大 包括后来我们就是一开始第一次开庭的时候是十一月09年十一月十一日 当时我们没有去去了一部分那个网友去了 然后包括林秀英的母亲也去了 然后呢就要求进法庭去作证 因为呃尤金佑他们就是那个做的那个视频呢 就完全是林秀英在在说 然后没有任何评价 就是他就说自己的故事啊 讲述自己的遭遇 那么把这个放到网上去 然后呢这个叙述的人 主说的这个人没有被抓起来 却把做视频的人帮助他的人给抓起来了 就觉得这件事情也太过分了 那么一审的时候林秀英一直要求我我要作证 是吧 那么这个无论是这个这个呃 就是翻页琼写的文章 还是这个五花英和那个游金佑 他们做的这个视频都是我说的啊 如果要抓就抓我 为什么要抓他们三个好人呢 但是就一直不允许他进法庭 就种种的做法就是让人很愤怒嘛 而且呢就是翻页琼是呃带着氧气呃 坐着轮椅出庭的就是身体非常非常差 在这之前呢多次申请就是呃叫叫是那个保外就医也好什么哈 就是说让他呃取保候审都不允许说一旦出去会危害国家安全 就是所有的这些事情做的非常过分 所以大家一直持续的在关注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在呃游金佑11月23号过生日的时候 我们是呃举行了一个那个就是主人不在现场的这么一个party 然后给游金佑过生日 这个视频呢也发到网上去了呃然后在12月份的时候我跟老虎庙到福州去了一次就采访了林秀英 然后呢那个游金佑的家属呃范燕琼的女儿啊都采访了一下然后呃吴花英的母亲嘛父母我都采访了一下回来也做了视频也发上去了 当时你们以什么名义去跟家属介绍自己的我们就是关注的网友 我们就是网友后来呢